从疫情一开始以来 花莲市清洁队就经常奔波在防疫消毒工作 为了感谢清洁队员的辛劳 花莲县员魏佳燕 4号上午特别赠送50颗大西瓜给清洁队员消暑 市长魏佳燕也感谢议员们可以看到队员的辛劳 同时也期盼花莲乡亲可以多多为清洁队员们交打气 一颗颗大西瓜整齐排列放在花莲市清洁队外头 为了感谢清洁队员在炎炎夏日共同防疫的辛劳 4号上午花莲县员魏佳燕带了50颗西瓜要送给清洁队员 那也非常感谢清洁队在这防疫期间 然后一直一直不断的出勤 然后不管是做清洁的动作还是做消毒的动作 然后让花莲市民能够减少一分的担忧 那也谢谢清洁队员 那今天带着西瓜 那也分给所有的清洁队员都能够让他们解解心头的一些 清洁队员那也让也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瓜农 因为在这个时间是比较难选配到西瓜的 市长魏佳贤也协同了清洁队长吴庆展代表队员们向议员表达感谢 那今天要特别谢谢魏佳音议员 特别看到清洁队的辛劳 那也抱每人一颗西瓜给 50颗西瓜来给我们队员 那也谢谢他 那主要的也是希望说队员们把西瓜抱回去切就好了 那也不用再对付或是分送给其他朋友 那这样会减少相关的一个群聚 还有感染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清洁队员 那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乡亲都给予他们很正面的一个鼓励 市长表示在防疫期间清洁队员的工作量比余网增加许多 而队员们总是站在防疫第一线 施工所也相当关切他们的健康状况 因此要求所有的队员在执行任务时 都一定要穿戴护目镜及安全上的防护措施 除了保护自己也保护市民 在疫情期间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事外 也期盼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 借许立琴华联士报道